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素颜对了 怎么可能我无计素颜 no 那你对了吗当然是素颜 of course 烤肉 你是对了对啊我也对 有糖可乐有糖可乐对 篮球 晚睡 但我其实有一点点早起因为我知道如果今天早起了今天就可以早睡了 哥哥 对吗嗯 他是属于霸主型的喜欢妹妹 round two 感受就是感同身受我特不能体会到那种当哥哥当姐姐照顾弟弟的感觉 我的感受就是来感受别人的感受 漂亮 没有幻想过但现在想一想如果就是让我印象 可能会比较比我现在单调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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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了身份他可能会很开心了还一直想男哥哥 不仅可能被打压久了就是 想翻身一下 现在翻身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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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就是他要有他的那个故事书 讲讲睡前故事 你这就是说是故事书不是数学书不是数学书 两个字好看听话 没有 这其实我感觉一个人就是毕竟活了20年了 就也没有体验过有兄弟姐妹会什么样的 所以说也没有羡慕过别人有兄弟姐妹 就天天就对我这个当哥哥的人 就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 反正很乖很添化的 你需要的是一位阿姨 端茶倒水洗衣做饭 忘吃东西 找你妈吃 哈哈哈 聊天终止 终止 太多了 跟我弟弟是吗 路过拿棒子去捶我头 摔我高达 然后什么打游戏找我 然后什么不会的找哥哥 然后呢被欺负了找哥哥 想说 因为我喜欢我弟弟 那我童年这是单调的 我童年的印象其实更多的是自己挖和发小一起挖 小时候我跟我爸爸好像是 就去去一个超市买东西 当时我爸爸他就也怕我丢把我扔在了一个推车里就推着走 他去交完钱以后不是就有个带子了吗 就边推车边拎带子 然后他打了个电话 拎着带子就走了 然后我就在车里面就躺着看着他 然后过了大约10分钟他又回来了 我还在车里面躺着 我负责教育部分 我负责教育部分 那我就只能负责一下这种学业的部分 那他吃喝咋办 点外卖 点外卖 那完了就还 外卖那么方便 你有学画感吗 我也有 真的 真的 我怎么不知道 原来做戏可能是有点时差吧 对对他他练的就属于那种就很帅很炫的那种 我就是为了再补 我是为了安全 我就是等可能滑行奥里出了再说吧 能拍点小视频 我展示完了 我在微博是不是展示过了 那你能说我几千了 最实在的晚安就是关灯 3 2 1 哈哈 我再讲 捶你 好 腾讯 腾讯是你 你怎么又是身体操 挡八个超级可爱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办 而且有没有